Hello,大家好,我是学长 今天我说到了一个来自小米影像给我寄来的中国影像词典年度纪念礼盒 然后今天这期视频就是想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这个礼盒里面到底包含了哪些内容 这个包裹非常重啊 它有7公斤的一个重量 所以我也是非常期待里面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然后打开包装之后可以看到它里面是一个方盒子 然后每一个面都有展示的东西啊 首先这个面展示的这张照片是2023年小米影像大赛的组图作品 组图金奖来自局长的其中一张照片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面 这张照片是单图的金奖漂浮的床垫来自黄鱼 这个里面应该是一本日历啊 我们一会儿打开的时候再来看一下 然后这个是一瓶白葡萄酒 然后这个盒子它的设计非常有意思啊 它是从上面进行打开的 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我们先来开酒 首先这是一瓶白葡萄酒 然后这个应该是定制的一个酒啊 这边是金奖漂浮的床垫 这边是金奖漂浮的床垫 雷斯令 好我们把酒放一边 这是组图 这个是一本画册 然后这张照片是组图金奖 这是二 说明这边还有本画册 这是漂浮的床垫 然后这本是影像磁点一 所以总共是两本画册 然后我们来翻一下吧 这本画册它是一个连续页 这样就是我的照片 雾影魔督 这个是用一个连续页的方式来展开的 理论上它是可以 我这个视频可能拍不下来啊 它是可以变成一个长轴的方式来观看 这个跟他们今年在敦煌的沙漠里面的展出方式上 有异曲同工的地方 就是一条非常大的影像长廊 可能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设计在里面 这里面应该不单单是获奖作品啊 应该会有很多其他的优秀的照片放在里面 然后简单的翻一下 如果有你们的照片出现 可以在评论区或者弹幕里面留言 这里面包含了组图 包含了单图 然后并不只是获奖作品 这种展现方式啊 这个组图的展现方式 跟看展览一样啊 把所有的内容直接展现在这样一个长卷上 这个设计还是比较有创意的 然后它这个是按照词条来进行编排的 一个词条放一些单图和组图 这张也是获奖作品 这张也是获奖作品 这个好像也是一组获奖的作品 用了黑白的一个方式来呈现 东勇的摆态 这个照片是吴畅畅 她是一个以自拍出名的一个女摄影师 她的照片非常的有艺术性 然后她自己总是会成为她拍摄的一个对象 这是她的一个自拍照 两本画册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后的一个东西 好 这个是2024年的一个日历 然后可以看到里面放了大家投稿的一个照片 那肯定不只是获奖的照片 好 期待不同的日子会碰到什么样的照片吧 好 这个就是所有了 应该是空了 这个盒子的设计还非常的有趣啊 两本画册一本日历 还有一瓶酒 今晚喝掉 好 刚才那个视角呈现的不清楚啊 所以我还是再来给大家翻一下这个画册 因为我觉得这个磁垫里面 其实这两本画册它的意义是比较大的 也是沉垫垫的 所以专门给大家再来翻一下这个画册 我们从第一本开始 一开始这里出现的就是两幅 单图金奖和组图金奖 组图金奖的话 可以看到它这个书的呈现方式 就是以这种长卷的方式来进行呈现的 来自局长的作品 那我接下来的话就不评论了 以翻书为主啊 大家如果在这里面看到有你的作品的话 欢迎在评论区截图留言 在这个过程里面也可以给我投一下币 这是风质物质的作品 这种顺便是 we wanna chase the nightwana dance to the nightwana dance to the nightwana posed doors from the skywana just two hearts running wild never sleep never stop as we shout from the topwana we're gonna we're gonna be two hearts running wild another morning as the afternoon we lay awake and daywana the glass so loud as the hours passwana do it all againwana we wanna chase the nightwana dance to the nightwana dance to the nightwana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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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会有大家的一个名字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